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这个月17号立院要求检察官证声员等人被询 不过呢却没有任何一个人到场 被立委痛批藐视国会 检察官协会今天发出了声明 质疑立院要求检察官被询是违宪的行为 将会发起联署表明反对立场 调查报告里面至少有证声员的说法 有何其非还有相关杨荣中等人 你这些人不来 你如何能够交代呢 所有的行政单位的人员 没有比什么来国会更重要的啦 什么组织会议那些东西都听不懂 真的要帮你们讲话帮你护房都不知道怎么护啊 这个月17号国会为了厘清法务部监听报告 到底有没有造假邀车检察官被询 没想到连一个人影都没看到 让立委炮轰烈烈 不过中华民国检察官协会质疑 邀车检察官列席立院明显危险 上面也有解释过 在大法官也解释过了 就是检察官不太刺一 就是说不应该去接受那个立法院的那个被询 又要大法官解释 表明检察官到场被询并不恰当 将发动检察官连署表达反对立场 国民党立委王惠美痛批 当天拖到最后才说有违宪问题 根本是在闪躲国会 我觉得这样闪闪躲躲 好像在规避我们立法院的一个执行 我觉得这个到底是有什么状况 我真的是让人家有太多的想象空间 21号司法委员会再度要求检察官列席被询 如今检协会却搬出宪法立抗立委的要求 双方相持不下 谁说的有理恐怕还有的吵 UDN TV 胡锦涉 吴佩儒 吴新伦台北报道